不是 炕上坐的一个是 男男是我前妻 我前妻 谁 我前妻 真是灯草底门 撑不住呀 大爷咱这一番操作 属实有点奇葩呀 毕竟相亲的日子 前妻还坐在咱的床上 不管是否有啥事 都得好一阵解释呀 高红五高大哥 来 咬不咬人 来 哎呀 红尿森茜 这都是我家 这个都先开商店黄了 这个之前就开商店 现在是有一个种子农药 对 对 咱们就是专业的 专业的种子农药店 这都有工商执照 有危险品经营许可证 我在基林农业大学 那个培训八天 我们就是干这行 都得培训 到两边 这都是我的地 这不是小园吗 我都收拾干 首先来乡亲的高大 可谓是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整体条件可谓是 捧着鲜花坐飞机 美上天了 虽然是一家小的种子店 但也能被称为失业 另外大爷打扮机十分精致 这要是相亲的话 肯定是闭着眼都不愁挑 但是我穿得挺时髦的 我姑娘不让我买 但是我挺喜欢的 我觉得我就买 当时姑娘那啥不让你买呀 我姑娘我买啥都拉着我 关键我这花钱吧 有点没当 几个孩子呀 我就一个女儿 我姑娘三十五了 我不是买那么太多 但是我是打明的 就是我喜欢的玩意必须得买 我这一辈我就喜欢一个 就是长一点的风衣 出去散步了 像这春天一走 一刮着飘飘的 那老潇洒 不管是女士还是男士 只要大爷喜欢 一切都是天空飘来窝子 啥都不是事呀 都这个年纪了 穿衣打扮啥的 只要精致干净就行 没必要过多纠结 最重要的是大爷开心 你若安好 便是青天 香提乳 香提乳不是洗完澡之后擦的吗 对呀 大哥你真是个精致的男人呐 这个是笋 这是乳 这不是太贵的 我早先使一套 那个一刀的八百多 我还使过一套 比的两千多 大哥你咋这么舍得花钱呢 哎呦我天呐 人活着吧 你喜欢的吧 你事情你就做 我这人是咋的呢 只要我喜欢的东西吧 我就是我穿戴我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我 你看我都六十岁 我这皮肤挺好 我看还有香水呢 就是不是 这香水也是咱平时 比如说出门见人就喷呢 还是说平时在家也喷呢 我就怕这个屋里 一时有什么隔路气味了 我就喷喷了 有时候出门了 你们今天来 我都没喷 果然男人要是精致起来 就没有女人什么事了 即便是一个大爷 在爱美这一方面 别人都是小打小闹 大爷直接做到了天花板 这化妆品啥的 估计都比红娘多呀 一套化妆品好几千 大爷眼睛都不眨一下 话说要是来乡亲的大妈 也想这样 不知道咱是否舍得呀 两个大肘吧 哎呀妈呀 长浪这一锅水全都靠没了 这一个真有心了 你这你炖一个也就得了 整俩大肘子 你不够吃呢 咋的你这 这知道我能吃 这咋的呀 求你这么瘦 你不得不养不养呢 我今天给你们烙点大饼的吃 因为你们 我再给你蒸过馒头 这你都会呀 都必须都会 我做啥都会 男人会做饭 竞争对手不得少一半呀 大爷做饭的水平 也不是家常便饭 小打小闹 上来就是肘子卤肉 这分明是吃大西的水平呀 这要是找个合适的老伴 那一年要是不胖个十几斤 那属实是说不过去呀 这也是咱家的小屋吗 那 这个后面 不是 坑上做的这个是 那是我前妻 我前妻 谁 我前妻 她就能坐着 那腿弯 你得脑梗了 不能干啥 这是咱们 不能下地 这是咱前妻 她值得我们今天来呢 值得值得值得 她都老欢迎你们了 她值得我们今天来 给你蒸老伴吗 值得 真值得 值得 哎呀那我得怎么喊 叫大姐 叫大姐吧 那大姐您好 我是电视台的那个红娘 红娘也是一联盟 别人相亲带着老母亲和老父亲 已经是极限了 大爷相亲竟带着前妻 难不成大爷统一不算 还得过了前妻这一关吗 红娘此时内心也是五味沉寒 毕竟大妈眼神中 似乎写满了无尽的幽怨 我都离婚六七年了 我离婚婚就给我姑娘那儿待着呢 我这有病了 就不能自理了 她就不求婚了 她离婚 该我姑娘 她先是内风 是后来得脑梗 后来又得脑梗 脑又算 哎呀我们俩吧 就是那个年轻的时候 就讲您讲话 她的性格给我先回望 不合 我跟她俩的吧 就是我俩就是天然差地那种性格 就她那张过日那张 就衣服啥一大包一大包 碎柜里一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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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这有寒啥啥的 但是我这人就不喜欢这样事了 你就是你丁家吵丁家说 他这样 人的性格就这样 本性就这样 就是我俩在一起吧 就是很多年 就是多年以前 我俩就 他随看我睡床 我俩就不在一起睡了 我们俩都有啊 都有陆去年了 就分床睡 我就跟他看了睡 他就跟他床睡 你说夫妻要分床睡 你说那能有感情吗 弄了半天 也是虚心一场 大衣丑事情不对 生怕跳进黄河喜不清 马上拿出离婚证 直播俩人虽然住在一起 但没有睡在一起 平时要么分房 要么分床 但话说回来 大衣心也是很大呀 咱都说来相亲的 这些是起码的提前说清楚吗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吃着碗里 看着锅里呢 我挺看好他的 他那是9月6号上我家来的嘛 完了到我家来 就是人家就是来的时候 也没提出什么要求 也不吵我要啥 也不要彩底 到我家来还给我买一套衣服 买一个风衣 给我买一个小衫 他就来到这 那这大衣丹开始来 对我家大姐和好了 就是给我家大姐洗澡 就是不但能接受 你俩现在这个相处的关系 他还跟这个大姐处的也和好了 那处的挺好 他说我明天要回去 就是要回去了 就不回来了 就要走了 我说 我说你知道 那么些人追我 我谁都没选 我选你了 我说你这不坑过你吗 就是要回去了呗 那之前你俩也没吵架 没有 哪能吵架 可是对于好还好不过来呢 那个人吧 就是这么说 挺的什么的 这怎么形容你 太乎是硬性 就是挺鲁的一个人 一说起之前的相亲对象 大爷话里话外都是不舍 不过听的红娘也是一连猛 毕竟俩人相处的那么好 为啥最后离开了呢 难不成我想要的 你给不了吗 不管咋说 眼下当务之急 还是给大爷相亲呀 咱废话不多说 直接邀请大妈闪亮出场 燕姐啊 多少时间没看着了 好长时间了 我啥样嘛 一会吃饭的表现 看我 是拿我当 当小公主供下来 那种乐客啊 还是说就是说是 就是一样 就是这个家承担起来 就是 你责任啥 各方面都一样 我不能拿你当小老妹 似的 那就 那就不谈了 他必须拿我当什么 就是拿我当小宝贝 似的 那个 就是啥不得 都对我说了算 这我有考虑 就是说拿我当 就是 大女人 就是各方面那样的事 那我肯定我不干 锣鼓一想 迷人的小公主王大妈 再次闪亮出场 一日不见 甚至想念呀 要说王大妈的相亲 属实是给观众带来了 无尽的乐趣 别人相亲失败 都会反思 王大妈相亲失败 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对方不够优秀 不能把她当小公主 之前一个大爷曾 能这样评价 干脆给你摆个桌 把你供下来 说到这里 各位看官老爷都已经明白 那是的 整理完没接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行 随时咱注意一下 咱毕竟咱是主角 体面一点 那现在时隔这么长时间了 所有要求有啥变化呀 这我比如说也没什么太变 主要还是也有院员 就是说长得也算一点 那不算我家跟一个行 我不去水不少船的 是 我这比人要求高了 不像院线 那我给你介绍叫金人这个大哥 这个大哥就是啥呢 不抽烟不喝酒 然后呢 你是什么打麻将啊 或者什么的话都不好玩 他是在长岭县开了一个就种子店 然后有一点吧 我得提前跟你说 就是 大哥吧 是属于离异 然后离婚之后吧 那个前妻就跟姑娘在一起生活了 后来呢 前妻就是有类风湿啊 包括有点那个像青梅脑梗似的 然后把你说姑娘在中原又得那个那个做生意又得照顾孩子 大哥就什么啥呢 那你看我现在也单身 他就把前妻接到他那块照顾了 但是今天前妻我也看见了 前妻和大哥都说了 如果说就是以后他找着伴 如果说介意的话 前妻是还是回到女儿那块生活 这一点咱是不是 那可以 那可以可以 虽说王大妈嘴上说着不介意 但内心估计是十分抗拒的 之所以还继续选择相亲 只是没有看到大爷罢了 毕竟王大妈的相亲方式 一直是传老大做后仇 见机行事 先是演员没丑 其次就是条件好坏 这些事情 王大妈内心也是门清 这个就是大哥的那个家 然后这个是大哥开的那个 那个种子店 种子农药店 慢点慢点 挺好 来介绍一下的 先进店看看吧 先进店啊 那行进店介绍吧 今儿风大 来来来 走吧 这么的 挺年轻挺会保养的 就是这人嘛不错 挺有气质的 人长的气质 那是自身带来的吧 太老了 他说的一笑时候就像大叔 就像大叔那种感觉 他一笑脸都褶子 褶子都稀松 又不秀行 一笑着这个脸 褶子稀松稀松的 姐呢 我一笑我也有啊 你看我有吗 哈哈哈哈 你看我哪样有褶子 我早上大嘴 你也看了吗 说我脸没有皱纹 有没有褶子 这咱俩是灵机女 你看着我来吧 我不撒谎吗 你看我脸有褶子 没有 有没有抬头纹 头白没白 如同刚才所说 大爷一见到王大妈 也是一见钟情 直呼想中了 而王大妈 却是一脸嫌弃 直呼大爷一脸褶子 而且还太老了 但话说回来 王大妈也是五十步笑百步呀 咱脸上没有褶子 那是因为咱图的粉底 像褶子一样 再深的褶子 也得被粉底填平呀 一瓶卸妆油下去 咱和大爷不都是 半斤的扒两不相上下吗 我的肯定鸡巴都挺贵的 挺感觉挺厉害的 这个板子贵还可以 他不像农村老头 这说实在可以 挺好 不像农村老头 农村老头穿一个窝楼那种感觉 人家穿的比较利润一点 生活挺有细节 那不就女孩 那不就七点间摆着 是磨手的 是磨脸的 跟他摆着一小烫吗 那不是吗 大妈张嘴闭嘴 就是农村城市的 大爷打扮得好看精致 就说不像农村的老头 但换个角度想一下 为啥红娘 只给咱介绍农村的呢 还不是因为咱条件就那样吗 所以没必要挑剔呀 光在自身条件上来说的话 大爷属实是有很多优点呀 这我前期 他就是内风使 完了后又得个脑梗 他自己外面下不了地 他外面自己能吃饭 自己能上那个卫生间 然后洗头对方给他洗 洗脸自己能洗 俗话那刻他都正常 心里他都正常 就是不能走 人家能说话 只不过是 人家大姐妹敢说话 是不是啊 你这么的 我家大爷这人是啥人 心眼特别好使 特别厚到一个人 他敢这样吃不着我 就是举手之劳 刺不刺我们的 我们家吧就是这个地 在家卖这两种的啥人 害我们家的根本都没 还是一家人 害我们家 都不少听说话 害我们家 都不少听说话 感觉他俩老科的时候吧 他挺有感情的那种事 你没感情出来吗 大爷也是残饱保地嘴 出口成诗 生怕王大妈 王大妈会误解和前妻的关系 可对于观众来说 这无疑就是对牛弹琴 毕竟王大妈看着大爷前妻的时候 眼神里面都是一股子嫌弃 相亲到这里 其实结果彼此心理都清楚了呀 对于大爷的条件 王大妈那些还是十分抵触和嫌弃的 更别说能接受大爷的前妻 这肯定是天方夜谈呀 都六十了那脸能没有皱纹吗 就是说谁都一样 你要是就是你要想找一个 既帅长得又年轻又帅气的 又能对你好的 又能相中你又能看上人的 那真的很难 其实吧 我不是催 就是在男人堆这一块 无论有多少 我往那男人堆里一站 就是五十到六十的话 他没人说我照谁刺 我得感受我是个优秀的男人 我觉得对我来说大哥是挺优秀的 我觉得对我来说我 老妹我告诉你一点 就是老妹你这么说吧 你主要不是还是差我比你大吗 那是的那是的 对你说可对了就是 王大爷的这一番言论 属实在三观上面 比王大妈活得清醒呀 都这个年纪了 还想找个条件好帅气的 这无疑是难于上九天呀 可王大妈就是不明白 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当小公主 一直坚信自己的能遇到白蟒子 但话说回来 要是咱条件真的那么优秀 脸上连个褶子都没有 那来充咱相亲的大爷们 岂不是得蜂拥而至吗 对我找就是 五十到五十五之间的男士 但是我为啥说找 五十到五十五之间男士呢 我这个面目吧 跟你说实说是我是这个年 不知道以为我就四十八九 我咋笑我不太有褶子 我就长就是年轻 就是有颜值 我颜值给的哥哥呢 我调整给的哥哥呢 我配得上小弟弟 五岁小弟弟了 我有工知 我有劳 我自己能生活 为啥不找自己如意喜欢的呢 为啥 这个年来为啥我还对付呢 我就可以长五十到五十五之间男士 没毛病 我就有文件话 就像你说的别人 我就有这个啥勇气劲 我也是真的 我就像五十岁我也不想 他不想我大 我就不想他小 吃饭吧 不管哪里来了 吃好喝好 真是唱戏的腿抽筋 属实下不来台呀 俗话叫做装睡的人 真的叫不行 不管咱是否漂亮还是不漂亮 在相亲当中 排斥的低调呀 老牛都想吃嫩草 关键是得有那个条件呀 所谓的条件 肯定不是脸上没有褶子呀 在好看的皮囊 随着岁月的流逝 都会消失殆尽呀 都会消失殆尽呀